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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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伊首相他会卡在什么地方 这前任首相为什么脱欧没有成呢 最重要就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共和国的疆界 到底该怎么划 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美伊打跟欧盟达成的协议 但是国会一直不买单 三次硬闯国会都没有过关 所以美伊就黯然下台了 下台了那么Boris Johnson上来以后呢 他说我到布鲁塞尔 我希望跟欧盟重谈 重谈 那重谈呢 希望告诉欧盟说我国内是这个情况 我希望重谈 那如果谈不成的话呢 我不惜无协议脱欧 我硬脱欧 我硬闯 那硬闯呢 英国国会里面呢 比如说包括工党 工党是主张留欧的 那包括说这个 那么他自己的保守党里面 或自由民主党 那很多人就讲说不行啊 你这硬脱欧的造成的 是个灾难啊 那灾难啊 你看不管是边界也好 不管是整个供应链变打乱也好 税收的问题 一大堆问题 这是个灾难 灾难呢 怎么样防止这个 首相乱搞呢 那就是国会要抢夺 那么控制 应脱欧程序的一个控制权 所以国会说 他要通过一个法案 通过法案呢 就阻止这个政府呢 应的无协议 应脱欧 所以现在就 这个大的人看到 就是到底脱欧的程序 是首相在控制呢 还是国会在控制 那么首相就说 当然是我控制啊 那怎么样阻止国会控制呢 那就让你国会继续放假 放假 英国国会本来放暑假嘛 放暑假 然后9月3号复会 这3号复会呢 9月10号的时候呢 他就想9月10号开完会之后呢 他就见请女王 因为整个国会要开会 就是首相提请女王 来做御前 就是女王做一个奖 发表演讲 国会开会 那首相什么时候请女王来 女王什么时候来 那首相就可以告诉女王说 我们没有准备好 那么你再严火两个礼拜再来 就是让整个国会呢 整个校旗就放假进行拉长 拉长到10月14号才开会 所以14号开会 那要赶在10月31号以前 国会在通过任何的决议案 想要阻挠这个首相的这种 无协议硬托欧 国会也力不从心了 没时间了 那国会想不对啊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国会本来是应该有说 宪法的功能 我该有的权利 就被你这样的无理由的 没有正当性的阻止了 所以国会也抗议 所以有些国会议员呢 就开始到法院去告 几番告下来 最后呢 那么到最高法院做了裁定 做了裁定说 你江森呢 你这个等于你限制了 国会的一个宪政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没有找出合理的一个说辞 你这是不合法的 那人家说呢 江森有没有骗女王 或误导女王呢 但是最高法院就不提这个事了 他说动机我们不去揣测 我们去看结果 那结果你是不合法的 好了不合法 那江森就没办法解散国会 没办法让国会继续放假 国会就开议了 好 那国会开议以后 那英国脱欧怎么办呢 那江森就想说 那这个国会对我不友善 那是不是我解散国会 那解散国会再选可不可以呢 可是英国法令又规定 解散国会 你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席次啊 那你保守党控制的 没有到三分之二啊 那你就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 去解散国会啊 那国会也不能解散 然后国会又通过了法令 要求首相 如果没有达成新的一个脱欧的方案 你得去跟布鲁塞尔去讲 是不是延长脱欧的期限呢 江森本来以前说我宁可死在水沟里 我也不去求情啊 那现在国会通过了决议案 你非得去求情不可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就卡在这儿了 就变成英国首相进退两难 不想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英国的评论家就说 江森极为聪明 可他算计太多 算计太多 他总是想说用点政治的权谋 希望整个推动 算计太多 所以他们说呢 在江森上来以前 他们以为梅伊首相 是英国最烂的首相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江森比梅伊还烂吧 江森才是真正最烂的首相 糟糕 他现在不合法了 他现在又卡在这儿 那下面是怎么办呢 国会里面工党 会不会要求说 那我就不信任投票 要求这个英国 那重新的改选呢 工党也没把握 因为真的是说 你推不信任投票 让首相下台以后 那后面的这个程序 可能又拖过10月31号了 所以工党内部也在辩论 下一步怎么做呢 看起来这是个炮声隆隆 但是正方反方 都不想下面该怎么做 所以英国整个的 整个的宪政是卡那儿 而英国的现场卡这儿 所以英国的整个经济 当然也很低迷嘛 本来江森这个 这个无协议脱欧 硬闯没有过了以后 说他不合法之后呢 英国英镑涨了 可是如果涨了以后 又陷入到政治僵局中 那是不是英镑又要跌呢 所以整个英国的政治气氛 非常的低迷 那后面会怎么发展 又有什么新的政治人物 又有什么新的一个做法出来 我们可以持续保持关注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刘碧荣 我在无色觉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